哈嘍,大家晚上好,我是敖武 那今天我們來錄一下黑太子好了 因為黑太子有人說想要看嘛對不對 那就憑我這個洛洛的分數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我們今天黑太子先給大家看一下配對的部分齁 配對看完以後我們再來做打的部分 因為都要錄沒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人物齁 好,我們人物我們有帶狗哥 我們的斯里坡齁,絲絲滴耳,物理絲絲 他的裝的話,我是給他穿 武器是拿落點啦,然後身上是穿生命齁 然後,爆傷 其實應該加個吸血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沒吸血的就不加了 那他的寶石的部分呢,就是這樣子啊 炮味基本配備,基本款齁,就給他配這樣子了 好的,那他突破限制的話,我一樣有開齁 也是有在開個爆傷跟落點傷的部分 這個最近呢,我其實有在考慮這一件 就是爆擊傷害跟落點傷害最高是不是就100%而已了 過了就沒有了 超過就沒了啊 一直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我後來這個傷害量的這一顆其實有換 換成那個什麼啊 有個PVE的那顆爆傷,落傷40% 可是在工程戰打的時候其實差別好像差不了多少欸 所以我就在想說 會不會最高爆擊傷害跟落點傷害最高就100%了 再高就高不上去了 所以再多加一顆什麼 爆傷跟落點傷上去的話 其實分數真的沒有差得很漂亮 所以呢 可以考慮一下就是這一顆看要不要換個什麼 那個 像狗哥的話,他其實可以帶什麼 冷卻時間減少 然後他放超其實會更快一點 雖然可能會差個3-4秒左右 可是差個3-4秒有時候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有冷卻時間減少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啦 那這顆傷害量其實就可以拔掉了齁 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人物 另外呢 我們帶錘女 錘女一樣齁 攻速反擊 然後寶石跟戒指其實就沒有特別裝 戒指呢 他這是迴避率加吸血齁 吸血的話 他這個部分 王打他的時候 他會幫忙吸一點血回來 勉強還可以扛一下啦 所以迴避率加吸血 有的時候可以躲過一些攻擊 然後吸一點血回來也不錯 這樣子你莉拉就可以少補一點齁 那接下來我們的小毛帽 其實炮位呢 我們如果說帶一個單一物理 還是單一魔法的攻擊出去了 我們都是有強調他的暴擊傷害跟弱點傷害 那雷一結合就是如此的輔助角色齁 然後他帶弱點攻擊 最大生命 然後寶石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的戒指 一樣是弱點加吸血齁 其實你如果要給他帶回避加吸血 我也不反對啦 有什麼就放什麼 那我剛好是說 人家有推薦說 放弱點機率 讓他弱點機率衝高一點齁 可能拿出來的傷害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就試試看 那其實 裝弱點機率加吸血也是ok的 剛好我有 我就給他裝上去啦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三個 我們的 這個 莉娜 莉娜就其實我是隨便配啦 就沒有什麼配裝的啦 對 然後 生命力 沉默 這個其實是 沒有按照 我們現在要打的那個BOSS再來裝 其實要裝的話齁 我們都會 考慮可能要裝一個類似像 如果是我的話啦 人家也是有給他配一個燒傷戒指啦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用不到燒傷啦 因為他本身自己的 被動的話齁 你看 自己的異常狀態抵抗率就有70%了 所以 想跟他賭個幸運的程度的話 就其實你就隨便配啊 然後就是靠這70%來撐 然後就 賭他都不會中那些 控場的傷害這樣子 那 能 能碰得到就碰得到啦 碰不到就算你比較倒楣囉 雖然這樣子說法不是很好啦 可是我覺得說齁 其實玩遊戲有時候就是 這樣子一個 小心運 或是一個運氣的問題 我們這樣子讀讀看 也還蠻好玩的 那能打高就打高 因為其實你要打高 看其他的高手 打 可能就已經很固定的 穩穩的就是能輸出那些傷害 可是呢 看我們打的就是那個成績 有時候高低起伏差很多的齁 那 這個就是一個幸運的問題啦 那 接下來我們最後一個角色 我們帶來是我們的 阿美利亞齁 因為阿美利亞剛 remake 完以後 他的角色其實取代了 女王的部分齁 他最主要女王的部分 跟這一個 我軍整體免疫四回合的 異常狀態的效果齁 那這一個 就跟女王是同樣的一個東西啊 那 基本上呢 他本身這個就還有一個 守護戒指的相同的功用存在齁 他六次 生命生意的時候 還可以再有七次 所以基本上他還可以扛蠻久的啦 所以大家出去我覺得還不錯用 基本上我們不會為了就是 王的那個 呃 他的那個什麼啊 王的他打出來一些 控場傷害有什麼差別齁 那 有些人會考慮說 啊我沒有阿美利亞怎麼辦呢 你可以帶愛麗兒出去 愛麗兒就是白帽齁 我們俗稱白帽 白帽 他的專山開了以後 他可以防 防那個CD時間齁 其實還蠻好用的 好 我們從巫視小愛齁 因為我沒有 六星的雙鳥 所以我就不帶 其他的出去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我們天賦的部分齁 天賦的話呢 就 就是先從第一頁看 第一頁的話是這樣 幾乎全部都在上 第二頁的話 五十五十五 跟七十在下 其他都在上齁 那這是 第三頁 八十五九十 跟一百在下 其他都在上 那就是一百一十五跟一百二三下 其他都在上 那我就用這樣子的隊伍出去打好看齁 今天目前打來看起來是 六千萬啦 我覺得是一個幸運啦 剛好 剛好王的配招 就剛好讓我不小心多用 死你波凹了一下 也是看他一開始怎麼放 我們就怎麼打啦 不過一開始出頭 我都是先放火鳥 先降他的 攻擊力 以免我被打到血 就直接是沒多少了 嘿 他反擊嗎對不對 反擊我們就補狀態 他反擊我們就補狀態齁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阿美利亞這一招來消他齁 再一滴的話 吹女出去衝一下 那其實就解掉了齁 那我們用吹女吹他一下 覺醒先行齁 因為等會那個 他還會有一招弓箭 火攻打下來的時候 會扣你的大絕 防禦姿態齁 那防禦姿態跟他的 反擊姿態 同時打出來以後 我們就用小紅帽來消他 那我小紅帽他本身身上 好像應該是有帶一顆反 沒有帶反喔 好沒關係 沒有帶反擊寶石 沒有關係齁 我們就是 等會看血差不多的話 就記得補割血就好了 那現在他的狀態中心打完了嘛 那接下來等會他就是 又一個炮擊 炮擊的話 我們就先 讓趕快想辦法 讓死你波的招先擠起來齁 有點危險啦 感覺紅帽好像有點快要趴的感覺 那趁這個時候就輸出一下傷害 那在轉CD的時候 看沒血的時候就補個血啦 劍招拆招齁 看他弄什麼 我們就補什麼了 然後這個應該還可以勉強 再打一次我們的 司力波出去 啊來不及 炮擊先下 他炮擊先轉完了齁 除非他轉 他轉反擊 那我們就沒辦法了 沒關係 他炮擊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 撐一次 撐一次攻擊起來齁 撐一次攻擊的話 然後司力波的這招大招 趁還有這些大絕的時候 趕快能放就放齁 因為接下來他消你大絕的話 你就會沒大絕用了 對 然後他有一個那個 反擊的部分都要注意齁 反擊跟防禦都要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準備一下囉 其實我們這時候可以放一個那個 Lina溫暖的回音啦 增傷一下 那不過為了配 配合他的那個 反擊跟那個什麼 那個防禦一起出 我們可以用 我們的小紅帽西洋劍來戳他 消他的狀態 順便擠我們的覺醒量齁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他這兩個 如果招是一起出的話 就蠻好處理 如果是分開出 就非常不好處理 啊 接 啊 哇咧 我的紅帽噴了 忘記了這一點齁 應該說 可以的話用阿美利亞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照打齁 因為 這就告訴我們 其實要裝一顆那個 反擊寶石是比較穩的啦 我好像另外一個 穿號是有裝反擊寶石啦 好 大絕 大絕沒齁 大絕沒有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就 開小紅帽出去衝 集我們的大絕量 覺醒量齁 那趁這個時候 我們再繼續輸出齁 然後全量齁 全量又會打一個CD齁 那CD的話呢 我們就 讓他打 除非你被失明 要不然 小紅帽就 不是 垂女就不會反擊了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 打一次 傷害出來 然後回個血 因為我看血快沒了 有點危險 在他出防禦的時候 看他們再出一招就好了 好 看起來是來不及齁 防禦這招來不及出 沒關係 他出什麼招 我們就拆什麼招 因為 黑太子這邊 在第四回合的時候 就會那個 暴走啦 他那個 最後一集就會出來了 最後一集如果出來的話 其實就 沒騎場了 就其實可以說再見了齁 因為 應該都是全倒啦 倒 欸 紅帽要倒了 看有沒有還在打一次 好 那應該就是四千萬左右了 如果說他的一開場 開場就出反擊跟防禦的那個話 應該還可以比較有機會一點 譬如說 上到六千萬左右啦 因為我這邊大概差不多就是四千萬 已經頂了 對 但是我今天有碰到那個 就是他黑太子出招比較 比較就是我剛才說的 理想狀況的時候 那就是 可以打到六千萬左右啦 我是不曉得網路上 有沒有人分享超過一億的招 一億的影片了啦 但是我覺得我打 四千萬的話齁 基本上 每日BOSS你打四千萬 基本可以先領個兩百的BOSS點數 我覺得不無小補啦 齁 可以提供給你們做一個簡單的參考 至少不用說 啊我都打不到一千萬 打不到幾百萬 當然 我也不是說我這樣打四千多萬 好像很高一樣 沒有齁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打得再高 當然 跟寵物啦 然後跟我們的戒指 那個燒傷的部分 還有反擊這個部分 其實所有狀態 全部都點起來的話 當然就會打 像高手他們 至少破億啦 我覺得至少破億啦 因為光狗哥在那邊一直掃 你就真的差不多了 對 或者說像我們剛才看的那個時間的部分齁 冷卻時間可能要稍微補一下也有可能 所以這就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那我們黑太子就錄到這邊齁 那如果有更好的打法的話齁 歡迎提供給我 我會用一個打法來打打看 如果說我這邊裝備都允許的話 人物也允許 那我就用你們的方式打打看 那沒有的話呢 那我就只能錄這個比較 平民的影片給你們看了 那如果說喜歡的話 請給我一個讚喔 那 如果覺得這個頻道還不錯 可以幫我訂閱一下 那就麻煩啦 那我們黑太子就錄到這邊 那接下來等會會稍微 開放我們的直播齁 歡迎大家來看 那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